台語新聞看電視我們要帶大家來 關注到的是美國南部 路易斯安那州遭逢二級 颶風弗朗欣的侵襲 引發了最高三公尺的爆炒之外 還造成了數十萬人 無點可用 颶風弗朗欣在當地時間傍晚 五點整登陸路易斯安那州 CNN氣象主播幾乎分秒不差 直擊登陸的瞬間 記者背後涌起凶猛的風暴潮 在其他沿岸地區的追風獵人 更是薄命演出 站在狂風暴雨中 腳下已經分不清哪裡是大馬路 弗朗欣以二級颶風的強度登陸後 引發最高三公尺的風暴潮 大規模停電一度影響數十萬人 州長呼籲州民提高警覺 沿海地區發布建議信 及強制撤離通知 大城紐澳梁 幾小時內降下一個月的雨量 發布暴紅警戒 但部分州民見過大風大浪 決定留守家園 弗朗欣登陸後 減弱成熱帶風暴 不過雲系影響到阿拉巴馬州 密西西比甚至佛州 進入九月 美國的颶風暨高峰期 才正要開始 張里德兵役 可 正 。 谢谢大家